你我都是阿珠娜王子 第九集 我是谁 你好 我是云云 欢迎来到第九集 我是谁 您是否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是谁 从外表的世界描述自己是谁还算简单 我可以是姓名 性别 专业 经历和各种角色的综合体 从第一集到第八集 我们探讨了人生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以及角色里面的各种情绪 以及每个人都有的黑暗影子 这些其实都会因为时间空间的不同而改变 是暂时的角色和身份认同之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连锁反应 所以对瑜伽哲理而言 都是非真 也就是不是真正的我 若我们以为这些会随时间空间改变的一切就是真正的自己 痛苦将会源源不绝 届时 无论身处人生高峰还是落寞低谷 夜深人静时 总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孤单 仿佛自己漂泊着 找不到一个可以永久停泊的海湾 那是因为我们忘了自己是谁 一个最真实的我 然而从内在的世界来看 我又该怎么描述自己呢 关于最真实的我 我们在第三集时曾经提到 克里希纳对阿珠娜王子说 永恒不变的才是真正的我 那真我从未生 从未死 从未改变 又无处不在 有说 有如人吞去一层层的外衣 而真我就隐藏在那一层层变幻的人生和表象之内 当我们能清楚体验到内心真正的自己 我们就不会再受到人生悲欢离合的苦痛 这一真也就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万物以及内心感受 相对容易理解 可以透过每个人生命的历程来体验 然而真我却无法用智力和言语来解释 也就是佛陀所表示的不可说 一说就错了的空的境界 只能靠自觉和证悟 超越了认知与无感 然而这个不可说的真我 其实无需外求 就隐藏在我们的心灵最深处 被一层又一层的非真给掩盖住 想要提醒大家的是 非真并不是假的 只不过是会随着时间空间改变的一切 非真的存在与变化 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成长 然而问题往往在于 我们迷失在非真之中 把短暂误认成为永恒 把痛苦当成快乐 把非真当成了真 所谓的无明 其实就是忘了自己真实的样貌 忘记了生命真正的目的 在于体验真我 已故的瑜伽大师斯瓦米拉玛曾经说过 证悟真我需要做出抉择和付诸行动 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抉择去做出判断 然后再采取行动 证悟真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也是生命的意义 还有已故的奥地利心理学家 维克多法兰克先生 他也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 曾经说过 介于促因刺激与相对反应之间 有一个空间 在那个空间 有着我们选择该如何回应的力量 而我们的回应 体现了我们的成长和自由 简单来说 就是在各种外在环境动荡的情况下 当下我们的反应 是随情绪冲动形式 进而壮大了自己的黑暗影子 还是能够放下自我的执着偏好 以及强烈的情绪 做出对长远有益的抉择呢 这几年学习瑜伽 渐渐让我明白 世间的一切 包括角色 责任 挣扎 成功或失败 都是我们体验真我的一个过程 真正灵性成长 碎变 绝对不会逃离那滚滚红尘 影片最后 让我们来思考以下这几句话 我有一个身体 但我不是身体 我有不同的情绪 但我不是情绪 我有不同的角色 但我不是角色 唯有剥开一层又一层的非针 真正的我才能透出微光 第九集我是谁 是一个不可能用言语描述的主题 若此集的内容 激起您一些心里无法解释的涟漪 就让这种感觉慢慢酝酿发酵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一集是 你我都是阿珠娜王子系列的最后一集 将会回顾这十集的内容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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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